就是我会留大一点 这样子煮滚之后呢 它边边虽然融进汤里了 可是你还是可以吃到马铃薯块 对 这样咬到东西其实会 比较有 饱足感 对 有些人就是喜欢咀嚼嘛 你有听过就是 呃 像是奇牙籽啊 那种减肥盛品都是 为了要有 咀嚼咀嚼 咀嚼 咀嚼咀嚼 咀嚼咀嚼 随便啦 就是会有那个脚感 咬感 口感 会想什么 所以呢它会 别想 没错 那这样我们下期就剥好了哦 剥好之后蛤蜊就是 呃那个叫什么 我们的老板那边 啊那个 呃涂好壳的 啊对 所以就没有问题 哦吐好沙不是吐壳 啊 啊 葛丽不会吐壳 啊 啊 啊 太好了 葛丽子 我到底 今天在讲什么 啊 玛丽特 你在 说什么 然后呢 煮好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汤 从汤里面盛 从哪里 从锅子里面盛出来 我今天怎么那么轻啊 他把汤从汤里盛出来 逻辑是对的啦 但是 这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